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又是安迪啦 今天會為大家示範一個甜品 就是Bangol Moose Tape 我們一齊看看有什麼材料 好 我們今次準備的材料有 芒果四個 消化餅大約有五塊 牛油有25克 Cream 250ml 還有檸檬和糖25克 另外魚膠方面準備了兩組 一組是12克 一組是2克 然後把牛油放入熱水裡 融化 現在開始處理消化餅 準備一個密實袋 把它倒進去 然後把牛油放入熱水裡 封好袋子 然後把牛油放入熱水裡 好 壓碎了消化餅之後 我們可以把它倒進焗盆裡 然後把牛油放入焗盆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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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少焗10分鐘以上 好 我們現在開始處理芒果 芒果我們要分兩組去處理 第一組我們先切芒果粒 芒果粒我們準備鋪在蛋糕面上 就是要200克的 另外芒果粒我們做這個蛋糕的話 就需要350克 然後把芒果粒放入焗盆裡 然後把芒果粒放入焗盆裡 攪成芒果粒 好了 我們剛才打好的果粒 我們抽其中250克出來 就加入檸檬汁 加上砂糖 我們用一個手動的攪拌器 攪拌均勻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準備一些冰水 把15克大塊的魚膠浸完 起碼要浸4分鐘以上 它才會完 之後就渣乾水 然後再把它放在另一個碗裡 然後浸在熱水裡 就要溶掉魚膠 用好的魚膠 我們就倒在芒果粒裡 再攪拌均勻 然後我們就用攪拌器 高速地把芒果粒放到平身為止 好 好了 我現在把剛才打好的奶油 倒三分之一 在芒果粒裡 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之後 我們剩下的奶油 都一次過倒下去 這樣就一起去攪拌 好 我們現在在冰箱 拿回剛才的餅底 把剛才攪拌好的芒果粒 倒下去 我們薄薄地倒一層 不要一次過倒得太多 倒完之後 你就用一個刮 輕輕刮平 好了 刮平之後 你就把剛才切好的芒果粒 平均地放在這一層上 然後上面再鋪多一層的芒果粒 好 好了 鋪第二層的芒果粒 之後 我們又好像剛才這樣 把芒果粒平均放下去 現在把剩下的芒果粒 都倒下去 現在把剩下的芒果粒 好 好 那我們現在進入最後的步驟 我們先整理一下外觀 那 如果你有一些 好像這些 這些位置 我們就把芒果粒抹走 然後呢 我們呢 見到其實它有少少不便宜 那我們呢 這樣動下去 對 動下去 這樣呢 還有輕輕呢 我可以等一等它的味 如果你可以的話 那 就令到它就均勻一點 它的表面滑一點 好 接著我們就蓋保鮮紙 然後放進冰箱 最少冷3個小時以上 好 我們剛才剩下兩克的魚膠 我們也是跟剛才的步驟一樣 用冰水浸了它 接著拿乾它 然後融了它之後 就放在剩下的芒果粒 去攪勻它 攪勻它之後就被融了 好 那好啦 等了三個小時 我們拿回這個Mousse Cake 出來 然後呢 就在它面頭 就鋪回我們剛才的 膠粉和芒果肉 攪在一起的醬 這樣就鋪在上面 倒下去之後呢 你用一個筋 或者是用一些工具 輕輕刮平它 那因為 你不要那麼大力 如果不是刮穿下面 那就不太好看了 好啦 鋪平完了 那我們現在呢 就再蓋一張保鮮紙 那我們 放進冰箱 那冰一晚 其實就OK了 我們冰了一晚 那個Mango Mousse Cake 我們拿出來看看 好啦 看一看 也不錯啦 好啦 我們下一個步驟 就是要把它脫出來 我們先準備一條毛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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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看一條毛巾 哇 看一條毛巾 那這樣就把它位置 然後把它位置 然後轉開 這個動作呢 其實就是希望它一陣子 比較容易脫出來的 這個動作 好啦 那我們 我們 哪一邊都要 弄一陣子 哇 看一看 但你下次準備一條 大一點的毛巾 那就 好了 好啦 我們 有個Tricky的方法 然後呢 敷完葉毛巾之後呢 我們用少少的工具 把它脫掉 例如我們用一個 玻璃灰 好緊張 好緊張啊 我都不知道 好了 脫掉它出來 試一下 好緊張 我們可以做一些點綴的了 現在 我們這次呢 就用了一點的 魔果粒 呢 放進去 好緊張 我們現在就切開看看 類型 先 好緊張 做了這麼多次 食物 你們有沒有遇過我吃 對吧 這次吃的 你們先吃 好棒 如果你看完片都喜歡的話 記得 like share 和subscribe 我的youtube channel 多謝 拜拜